今天大家出席香港列入初急決賽 跟進賽例以後 今天的問題是中醫部合約立入公盈醫 你是對賽雙方圍 頂方先主角的機構書員 南方 重申書員 現在來我先介紹雙方電源 正方主電 地址請多多 第一部電 波浪 第二部電 和一氣國 第二部電 翁翔 反方主電 鴻成龍 第一部電 李康明 第二部電 徐志明 一部電 齊明 第二部電 李康明 今天我們鼓募給你授心 同一部電 翁翔翔 他是分別在香港中文大學院 營養隊前隊長 李康先生 科娜中文大學院 第一部電 率體財 這部電 李康明 這部電 李康明 主電 空面 一部電 二部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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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入電 二部電 但是,超前10秒就會叮叮一下 詳細的賽拍之前已經發佈於國參賽目校 只會有相關的問題 如果有問題的話,現在施請證、關注練習 你有4分鐘的時間 還有各位大家好 公營醫療體系承載著政府對公共貴身的使命和承擔 除了公營醫院、服務之外 包括學童保健中心、保健健康院等 為不同人士提供免費身體檢查、療療注射等 因此,貴身處的宗旨一直是希望 為市民提供於防治病、治療 以及復原條理,提升醫療質素 可惜,公屋的公營醫療體系一直單靠西醫運作 西醫並非完美,而有不足之處 例如,西醫穿重擊殺病菌的療程,以徵象為本 所以,在於條理長期病患者、治療癌症副作用等方面 較為失色,被歸咎於治療、不治管 加上人口老化、生活習慣改變等 令到長期病患和癌症患者上升 要報告數據顯示,港油化癌數字創新高 一、五年突破三萬宗新症,西醫的不足會更顯問題 面對以上挑戰,公營醫療亦因時制宜 未報西醫的不足,中醫正正是政府的不易之選 近年政府對中醫加以重視,希望中醫在公營醫療體系中佔一席位 早於03年起,和非政府機構合作,在全港18區各設一間中醫教育中心 提供中醫回產服務 此外,更加在14年展開中西醫協助先導計劃 在公營醫院為外有癌症、中風和各種痛症的住院病人 提供額外的中醫治療 而不論協助計劃,還是各大中醫藥學院的臨床研究都顯示 中醫確有成效,以不同疾病為例 政大中醫藥學院在14年的研究顯示 中醫有效降低冠狀動物狹窄程度達5成 治療冠心病、心腳痛腫有效率達94 可見中醫的成效備受肯定 在中醫的療效組有肯定的前提下 納入公營醫療體系的標準就在於 其能否進一步配合西醫、提升醫療質素和服務多元 而我方向以政府將中醫納入公營 將中醫銀營中心收歸醫護局管理 同一中西醫收費水平 與現時的公營醫療服務一樣 治療模式則參考業行的協助計劃 而我方向贊成別提原因有二 一、提供全面服務、提高醫療質素 在西醫合作的成效備受肯定 醫護局主管政黨之指出 西醫提供常規治療 而中醫處理西醫治療產生的副作用 復原條理 以治療癌症為例 西醫現電療、標靶藥、控制癌細胞的破散 中醫則提供針灸、舒緩電療後的不適 受歸醫護局管理後 可以完善病人的治療過程 不再置目限於西醫治標骨治管 更加符合公營醫療服務的宗旨 說明有方同學 你認為中西醫合作無效的公營醫療服務 不應該提供一個更加全面的服務呢? 二、提高經濟誘因、確保對象受惠 要行的中醫救援中心 由非政府機構營運至負營規 導致將成本轉嫁至病人 以門診為例 中醫收費被西醫高出五倍 協助計劃額外提供的中醫治療 更加要求市民額外付款 如果你想做針灸、舒緩癌症電療學的不適 計劃中的羅伊寗醫師提出 每月要額外支付超過六千元 小病人都無力負擔 只可以忍痛、放棄中醫治療 做援領搶者亦無一合免 收歸醫護管理後 所有營運管理由政府負責 同一支助比例 若中醫費用包含在公營醫療服務之中 為求有需要人事 有科同學認為現在六千元都要便宜 但這層市民會有多元化更加優質的服務呢 最後想問有方 承承認西醫治療不治滿 以致醫療服務單一 如果是 不用進入中醫 應該用甚麼方法解決呢 多謝各位 接著有洗飯幫助練 你有4分鐘的快時間 主持平均有方同學 以及在座各位 今天講到公營醫療 目的是為了令市民得到最基本的治療 而不是追求提供多元化的選擇 一次有方同學要論證出 現況究竟有甚麼問題 和有甚麼必要性 要成立議題 其次 根據統計處在去年年底發表的調查顯示 市民選擇求診中醫的比例不斷下降 由2014年的5.8個百分比 到最新的4個百分比 市民對中醫的需求都不大的時候 究竟今天有可能成立變體的理處 又會有甚麼大力呢 其實今天要做到中西醫跨專業的重合 可以參考加拿大蒙特利爾大學護理院教授 Deniel Harmer所說 要達到第一 彼此同樣是專業 第二 制度和配套都要互相配合 第三 事前要有正面的合作經驗 而今天要衡量變體 我們看看現況是否能夠滿足到以上的條件 而今天我方反對變體 原因有二 第一 中醫仍在發展 有助更多藍床實證 我方明白 中醫今天歷史遠遠流長 但中醫專業化廣告的進程 只是發展了20年 而今天現代公益醫療廣告的是 追求安全 甚至乎萬無一失 例如西醫發現最新的應對腫瘤疫療 就必須要首先獲取大量的數藍床數據 才決定是否支持疫苗 能夠應用在治療方面 再者今天西醫有很多標準化的劑量 但中醫有很多獨門秘方之外 還有很多混合藥材製成的複科 其實劑量也會因為病情輕重和體質而言 所以傳統和制度化方面也有一定的困難 因此現時中醫缺乏藍床實現的經驗 沒有足夠的成效數字告訴我們 其實就不應該草率納入公益醫院體系 第二,中西醫今天缺乏實踐機會 有待證明可行性 其實證明在2014年時推出了 中西醫貼作先導計劃 在七間的公立醫院裏 提供中醫治療、住院服務 以及事後跟進的中醫無診服務 主診西醫會因應病人的要求安排中醫到診 但在計劃底下,前線醫護人員對中醫因為他們了解不多 所以雙方合作,未算詳順 正如理工大學社會應用及科學系高級港師婆婆 都針對了以上的先導計劃,做了一段聚焦小組研究 因此公立醫院的醫生本身對中醫不認識甚至乎是沒有信心 亦不知道中西融合會不會有雙瘡 所以在合作上有所辭意 也有中醫師表示,由於中西醫背後有不同的理論 術語亦有很多,彼此難以溝通 所以這件研究結果都指,中醫如果在現時納入 制度裏面是難以發揮 其實我方都希望中醫能夠詳細戰盡發展 因此今天長耳加大力推行中西醫協作先導計劃 到更多的公立醫院以前轉課 能夠讓中醫在公立醫院裏面有更多實戰機會 以及研究臨廠數字 並且建議培訓都會有一些熟悉中醫運作的管理人材 進入醫管局和遺生主 制定合適的中醫運作守則和監管制度 然後再透過先導計劃使用哪種合作方式 程序守則更加適合中醫發揮 當有實證支持各方面有陪套都可行的時候 才會變態取態,這樣才是負責任的政府 最後想問有方法 為何我們今天要在先導計劃 失敗的基礎下急於成立變態呢 而不是應該要改良計劃再衡量成效嗎 多謝各位 多謝各位 還有一定是都可以自行決定是體肯公去 此外公司的疏光有問題 如果有問題的話 現在有請正方先生自由派出的位置 地位上報告 案件 正方公尼開始有兩分鐘的時間 相對於兩分鐘的時間 有方地念 cemetery中治療系的宅頭 就是提供預防疾病 基本治療和復康條理的護脈的事項 沒錯,要提供這三種不同理性環的方法 就讀了,西伊就是主要針對於自然 這就是中間的部分,你和我同意呢? 有一個我問你,你和西伊就是針對於自然的部分 我問你,你要答我同意或者不同意 你和我同意不同意,那是癌症,你和我同意有什麼方法去治療呢? 有一個不同的方法去治療呢? 有一個不同的方法去治療呢? 我問你,就是癌症之後有負狀,西伊用什麼方法去治療 然後有負狀呢? 我完全不是治療,是中心的,是中心的 其實我通學知道,西伊都在不治療的地方 都治療不了這些癌症之後的負狀,電源等等 但終於我們看到,主要針對於前後的 即是治療和健康執病的手藝很容易呢? 我們這樣就不會做,但我們有做 做,那不就是要罵他公平,即是有可能資料要罵他公平 你聽我講,我以前,我們就一直要看我們的細部 我們以前製造影完事 之前政府做的,就是不肯制裁完事 那是否真的要罵他公平的? 有關重創,而是從西伊都在這麼草率的事 我們不是基本有少少科學分順 我們沒有少少科學分順 我幫你轉換個數字跟他講 有很多科學分順,就是本來的 終於是有很多科學分順 因為沒有臨床數據 臨床數據 原來中醫隔離中心的臨床二腳 原來七肢癌症癌症,即是患者 意論就是中醫的服務,有效消滅患患者的負狀 這些不是臨床二腳 有可能在正面的這個例子 不是臨床二腳 是臨床二腳,即是中醫有狗、臨床二腳 即是現場合體 可能是標準,即是中醫開納一些的系統 就是本來大科學分順不是這樣 不是,不是今天,只會不成功 等等,就可以不成功 我們來到反方方便的環節 反方自由派出的環節 程床二負 反方方便開始,我們有更多大的時間 有可能主編和廣東的處理數字告訴他 三方合作的中醫診所 這十年以來,價錢沒有變過 為何市民的求生人數還會續連下降 有可能在前面說的合作 就是因為現時要... 多謝有可能承認了現時市民 的確的人數續連下降 即是市民需求下降 問題是有一個第二條問題 現在中醫的合作,原件方面 護士和我在理大研究報告告訴他 現在護士不清楚如何去中醫 不夠足夠的中醫知識 即是不知道怎樣去幫助中醫 你打算怎樣去幫這群護士 那我不是只偷偷概念嗎? 還有小人 可能回答我,你打算怎樣去幫那群護士 可能我正在回答你 我回答你,不是已經錯了 因為你根本就是跟你去 小人去看,不等於商量下運 可能小人去看,為什麼 今天講的是比例問題 原來市民比例都下降 都少了去看中醫的時候 可能不同的東西討論這個問題 是否質疑,因為同貴處做的,政府數字 可能回答我,現在護士的不足足夠知識 想怎樣幫忙去解決 小人去看,因為現在字不是很貴 所以那些人才會先去看 所以有可能說護士不夠準備知識 那就教他們的知識 有可能承認現在護士沒有足夠的中醫知識 要教 有可能想要教多久才能夠做足夠的中醫知識 即是有可能以前中西學 有可能回答我,但他說你預計要多久 有可能說你這是要教內宅 有可能今天你跟我說現在可以教 你跟我說現在可以教 為什麼是和方提到一個有論字大語 有可能回答我問題,要多久 很奇怪,有可能 可能在看,大家也不知道 軟件方面配合不到護士沒有足夠 estran騎情犠利 現在中醫說病床、病庫全都逼迫在情況下 在哪裏在中醫的配套中藥房 很奇怪的意思是我們找到方方的一刻 就是在現時的教育中心嗎? 有可能打回我問題,有沒有足夠的難件配套? 有 有在哪裏? 整個都是 有可能從頭到尾都不知道現在醫院的現況是怎樣 現在就是病床都不知道買到哪裏 病庫又不夠的成績 在難件方面說不說 我問回你,現在當然是在醫院的診施方式 只是說中醫師診症,執藥一腳踢 想著怎樣移入在醫療分家公營的程度 我問問是否要在教育中心? 請問 公民運指揭初見,我請正方第一半點 你有三分鐘的反應時間 各位大家好 由幾多方主致問了我和我兩條問題 一,成全公營醫療體系單靠西醫 未能夠體溫全的醫療服務 那我和我承認的 健全的醫療體系除了治療之外 包括健康疾病、條理覆蓄 衛生署中指射得一清二楚 幫主又說不同意 去到公民退略又說應該提供 大測醫療治療方式 從來都只是針對發病的位置和特質 進行治療 過往拘留後者 正如前醫管局總監張偉龍醫生所指 現時公營醫療體系不能夠全面感染病的需要 既然知道問題存在 第二,要討論的 做些什麼方法和公司 可能我和你講 可以加大力度 但有可能矛盾 因為中醫沒有能創新症 為什麼 又贊成政府要加大力度 用多些錢去做 到底有可能的立場 又如何呢 而且你口中在講制定規則 去加大監管力度 正正是我剛說 我納入醫管局 納入他的工人之後 醫管局可以做到的每一件事 所以我和有方文學的方案 有什麼實際的分別 所謂相反 我建立前提基於兩大標準 一、醫學上有認可 二、能夠完善公營醫療服務 將中醫納入體系之後 由醫管局管理中醫教育中心 政府會出恆常性的資助 同一同西醫的資助比例 所以有方文學反對前提 即認為中醫的公用因情況而異議 又說不夠臨床實驗 剛才我多謝 我和我都承認中醫是有用的 即是擔心不是所有人有效 我剛說的研究報告 主便去到公便位置 每一份現時中醫成功治療的 臨床實驗和研究報告 結論都是大部分的試驗者有效 我和我都知道 所以甚至說全規 世界衛生組織 將中醫列入世界醫學肝療 鼓勵全球百多個國家的醫生參考 希望將中醫融入主流的醫學療法 所以加上更有專業的中醫師 他們可以把關 減低用錯藥的情況 反問有方 你覺得香港的中醫師不可信 不懂得根據病人的體質開藥 只是現時政府有肯的中醫協助計劃 阿弘省服務應該通通被取消 有方和我擔心病不存在 便要審視如何在公共衛生的層面中 發揮作用 在預防疾病方面 中醫採用預防性治療 減低患上高危和患性疾病的風險 以非典人肺炎為例 醫工目發現 定期服飾中藥的人士 患病機率較低 因為中藥有助改善人體的肺纖維 增加囚感染的難度 可以見到中醫有助預防疾病 在治療復原方面 中醫教育中心作出過多項的臨床實驗 為了中醫能夠幫助病人復原減低副作用 鼻影癌的患者用針灸治療後 預防化療後接近八成的症狀 防疾病患者 服用中藥後 加出傷口癒合減低跌脂的機會 考問有方 你認為這些通通都不是食效 僅是單靠妻衣同樣能做得到呢? 因此 特別做過公益之後 不單止完善服務 更能夠獲達中醫病位 所問有方 令到費用高昂 市民享用不到重複合原意 多謝各位 請問,是否不知道 請問大家 入口療門 另一段時間 請問有方 請問有方 三方合作的中醫診所,這十年以來價錢沒有變過 求請人數看回現實就是還不太好 其實可能我到底解釋不了 其實可能也知道市民是否真的需要中醫 可能也不明白 再者,可能第二個重立面題的重點是在於 現時的中醫診所很貴 但可能先搞清楚,不要問有事 我們來看回現實 如果可能所執著的教員中心 就是三方合作的中醫診所 原來講這些基層人士 當中醫診服務時已經是免費的情況之下 基層市民如何保障不了呢? 可能成立面題第三個原因 就是在於現時中醫的技術很完善 跟我們講有很多科學證據證實有效 先解釋清楚 今天要納入公益的體驗 只是科學證據從來都不夠 我們更加需要的是大量的臨床數據 將中醫的技術量化、標準化 看看不同的病人針對著不同的病症 有一個或一的使用量 要或一的中藥使用量 而不是有可能跟我們講 這個技術有效,這個技術無效 就可以貿貿然地納入公益醫療系統 今天講的是 若然這樣只是貿貿然納入公益醫療系統的情況之下 造成的只要是各個中醫用的方法都不一樣 你有看到這個位置嗎? 除了各位,公益醫療系統合同一標準化的治療程序 其原因在於政府能否從中監管得到 就算出錯醫療事故都可以從程序之中追查清楚 然而中醫其靈會多面症的學所講 用藥因人而異的特色 令到每一個不同的中醫師所採用的治療手法 以及藥波也都大有不同 細緻每支鐵打走成分都不一樣 大致醫師的診症方法亦都有所分別 根本難以存在現時港求標準化的醫療體系之下 若然強行將中醫服務納入制度之下同時運行 有可能又打算怎樣去管理 又由哪一個去管理呢? 再者,就算中醫有利處 亦都不等於今天變體性納 更加要看現時有沒有足夠的軟硬碘配合 先看硬碘,其實有可能都解釋不到 現時醫院又有沒有足夠的位置去容納中醫服務 例如中藥防禿等 那我竟然口出狂言跟我說 全港都是中醫的服務 都是中醫的硬碘配合 又怎會是呢? 今天港版政府又可不可以問為 我快點去做這些事呢? 再者,最要看的就是病患 有沒有足夠的位置去容納中醫所需要的美材等 看完硬碘,我們要再看軟件 在電視公益醫療體系之下 在行藥分隔,做到雙重檢查的效果 但有可能又解釋不到 中醫所有治療程序 都是醫師一腳踢的方式 能不能夠在醫藥分家的體力共存得到呢? 而現時有沒有足夠的中醫護士、藥劑師 去幫助中醫師去盡力醫藥分家 等雙重檢查的程序呢? 在現時管理軟件衙警 有可能都解釋不到可行性的情況之下 勉強納入,只會不利融合 影響病人權益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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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方就不明白了 柳方問 全場問我們有甚麼研究 柳方給了你 柳方說不夠 有些藍牆的實際 所以原來柳方主要講一些心搞痛的例子 柳方一副關於SARS給人可以預測 這些不是數的 這些是藍牆的實際 反而是柳方說不夠再給你一個東西都可以 根據郭卡町夫大學醫學院的研究 原來發現中藥是有效抑制腫瘤性格的侵襲 對腸癌、肺癌和規模有凳 都是有抑制的作用 可以有抑制腫瘤性 而這些都是藍牆自己講最喜歡的藍牆 所以藍牆藍牆給了你 數字都被揮 而實際的例子都被揮的時候 當然藍牆給了一個權威報告 告訴你 喜歡不專業 喜歡沒有用 所以中藥是有方三個位置之下的 結論很簡單 就變得不同的病 都是科學肯定 都是不同的成效 不明白的 藍牆跟我們說不專業 所以第二個藍牆質疑的地方 就覺得中藥不同的藥很大分別 就是要標準化 但藍牆會分別的藍牆是什麽 就是中藥的治療的疑法 去因人意 去因應他的情況去治療 而有方說一些醫療的事故 我都不明白了 意思 如果我們立了治療的事故之後 這些治療的事故 就是由政府 就是治療的事故 去討論為什麽這些情況還會出現呢 所以最後質疑的 就是一些沒有地方的硬的副套 有方就明白了 現時有方說 這些教育中心 這些做的政策 這些不是硬的副套嗎 有方說現在好事人去看 好事人去看 或者是有很大的空間 我們立了公平這條體制之後 去做 有方說現在沒有副套 所以見到成效上面 有方說不到過去 所以政府作為市政者 為何應該將中心這樣成效的政策 推延防止 代表現時根本就不可能 有方說 市民可以看到 因為現時自負形態下 市民很貴 根本就劈僻 副套一副套 副套一副套 原來是 副男性之後 這些副套 都要付六千元 六千元非常負擔不到 所以根本就不可能 有方說 非常免費地看 又有一個半額 所以不可能不要再亂用數據 而第三個要看的 貯套就是業界 我們看到業界 中大的中醫學院的副醫學院的副院長 林志秀和我們說 甚至原來在食慧局的諮詢 也顯示一大班的市民 大部分的業界 都團結證 他將這個中醫大學公務的醫療體制 所以政府有債務 兵人都能得到適時的治療 連業界都不反對的時候 我不明白為何我們還要一路就 也都是個壞的 還有請廣播 就是業務面發言 有三分鐘的發言 有三分鐘的發言 我本來不清楚 我覺得我們已經贊成了面對 其實要再看一看 有個同學 我們是跟人 中醫可以繼續發展 不過我反對的就是 現在將中醫 納入公營醫療體系 我們看到中醫專業化 還在開始階段 即是做了十年左右的時間 不可以抗令中醫的成效 沒有足夠的臨場素肢 根據立法會議員 臨場分鎖 中醫卻是缺乏一些對於重病的神傳經驗 今天我們看到 他又未研究管理模式可行與否 現在這個時間 我們並不可以任廠前 或將他納入醫療體系 所以我幫他認同發展中醫的概念 但我們不等著 我們贊成他將他納入公營醫療體系 再寫了 因為我們有什麼時候 他訪問了有什麼癌症方法有效 我們先看 中醫有不同的流派 有不同的方法去醫傷和病徵 因為我跟我說那個方法去醫癌症 因為一般中醫有一個中醫 用你這個方法去醫癌症 是否真的可以呢 就是每支鐵打手 每支成分都不同 有什麼和我認證不到 是否不同的方法 他們全部都一樣有效 我們今天 和一般介紹的生意 其實我們都要推行先導的 我們加拿來幫他扮演中醫 今天有方法不明白的 就是一年已經是他試驗了 他成功了 我們看到他的成效 我們就將他納入Paint 這條體系 我們現在還沒得到 為什麼他這麼草率化 就立的呢 我們實際上公益這條體系 追求的是萬無一失 還不及收集數據的一個步驟 為什麼今天市民會看中醫呢 就是因為中醫又靈活多變 國求個體化 就是文件來的報告寫 最終市民追求的是中醫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會愛著市民的需要 拖著市民的體重等 但是他會安排吃藥物的份量 但我們今天看到辣入公益治療程 之後需要最後一致性 那種藥物分量、診性方式等 那是不是也在抑制中醫的懷疑和理念呢 藥食慾合 那就是合作 合作出做妖精的互相和溝通 當我們看到中醫的助詞 這部計劃顯示 那件事還未做到 那我們又怎樣有基礎去走下一步呢 除此之外 其他制度都需要配合 然而中醫院的護身 都有很多不同的患態 不同的診療方法 不同的用藥準則 講求個體化和靈活性 如果要男優 醫時網友同一個醫療體系 中醫的特色就會沒有了 和中醫的法治回到而止 會不會之後連中醫也反對 加入公營醫療體系呢 我們不知道 但是原來我們今天要維持這個中醫特色 就需要制定一套專門針對中醫的標準 可惜現在醫管高 貴身處也沒有中醫代表 中醫也沒有決策和管理的經驗 怎樣去管理中醫 怎樣去制定合適的中醫理念和治療手指 那方是一個標準呢 今天中醫業界的聲音根本是大部分 在道之內 怎樣發展他們需要什麼呢 其實這也不知道 所以今天說 我希望中醫場正在進行發展 讓中醫家正在進行實力 我們先進行發展區 謝謝各位 請問是 請問先生 請問 він 每一位或多位電源發現 而每一位電源都必須在股環節發現 如果股環節變出口再向前發現 而有電源重點發展 該電源所屬一方的相比 每一位評判扣出來 請問相當有問題的問題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現在自由販路文字正式變出 正式開始 正式開始排出一位電源 請問方同學西醫院現在主要針對治療 過於單一你同同意 我請問你做了一條文調化師 問為何他喜歡看中醫 因為贊助中醫的診治理 過體化 大家進入中醫後 進入中型醫院後便會中醫西化 變得同一 可能醫療是否想要的中醫 想要我明白 為何我都不說會西化的話 中大醫療的副健序 甚至一大群研發導員都會支持 把中醫院留在中醫院的醫院看下 不論答案問題 單靠西醫院做了一個全部的醫院服務 其實我都知道現時 好像有可能這樣 踏入了醫院看下之後 不是市民想要的中醫 跟我們說中大的軟中環的贊值 為何要贊成呢 因為有資源 搞清楚 贊成和市民喜歡的 是兩回事 可能很溫柔寫 問回有可能 必要性說不可以 問回有可能 軟中環的護士 你打算回饋多久 不斷跟我們談 比個實數我們 不是的 是醫療的副健序 是食肥股的諮詢 一大群市民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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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支持中醫院留在公營的醫療系統 不明白為何 可能有可能會受到西肺的問題 不如你打回我 單靠西醫院 做不到一個自己的醫療服務 今天有方同學說 中醫是可以幫公營醫療系統 提供更加選擇 但今天講到公營醫療系統 我們是要提供基本的治療 今天看到西肺已經做到 那方同學說不清楚 好了 問回有方同學 究竟護士的培訓時間 需要多久 基本的治療系統 應該衛生署會跟你說 你做了一些三個事 有方同學覺得 衛生署不等於治療 有方同學說 先講清楚 衛生署管理的 有何都未 都未都不是醫院 是有可能所說的一些襯索 今天講到醫院 醫管都說到明明 只是為市民提供基本的醫療保障 新醫院提供了 有方同學 你要解釋給我們聽 現時中醫究竟有沒有可能性 遠景方面 有多久才可以推得到 有方同學說 只是基本的話 那不只是我們醫管 而是講了公營醫療的體制 有方同學會覺得 這些學員的健康檢查 一些疫苗的注射 不是醫療體制的 有方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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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擔心人手的問題 2016年的報道 我們覺得有7、8、10個 剩下的公司人手 有方同學 你也知道 要加人手的問題在哪裏 有方同學 先講清楚 今天不是針對跟蹤醫師 是講附事問題 有方同學都答不出 現時附事做不到 好了 有方同學 有方同學 醫療分家 現在公營醫院 醫療系統正在走 但是打算怎麼用 其實有方同學的問題 我們將現行做 還是立業公營做 才會知道 他在哪裏 現行做 我們看到已經在做 西醫的時候已經在做 但需不需要有中醫 醫療的有方同學 應該要提供所選擇 就搞定 但有方同學 我問有方同學 今天在徒警 不思議 你說不得了 我問醫療分家 到底是不是今天要中醫藥劑 在醫院做了所有事情 我不明白,要關注藥分開 關注藥劑公營的事件 你問我,見事在教學 在有沒有空手藥人手 我承認不出來 因為原來講到人手 是會否有他們的專業指申 可以幫中醫藥得到藥 因為我們看到中醫藥自己是關於藥劑 自己去吃藥,自己的吃藥 因為看到中醫藥會不會做不到 沒有,做不到就培訓他們 根本就是中醫藥劑 訓練的問題很消極 射狗也不要走 這是一個病人最害怕的人團 我覺得沒有配套就不會走 沒有配套就不會走 現在正在做 現在好像有些人會先去看 解釋清楚 今天正正因為沒有配套 所以要走先度計劃 看看實驗成績計劃 之後才好像有訓練 不是有訓練,現在還沒有成績 就沒有任何方法 你覺得這個對治療的原因是為之好嗎 其實反正是有方法說 你最擔心就是可行性問題 我方法說,現在二人計劃 你又聽不要緊,你這麼針對中醫成效 我現在發給你聽,你最想要給你基本治療 原來治療癌的副狀,你覺得是病人的一部分 沒錯,我方是擔心可行性 但因為要解決可行性問題 我方反而不是提到要大力推行先度計劃 有方法說,我前程跟他講 中醫不好下,中醫很大力成的質疑 但現在他說要把中醫大推行的地方 有方法說,中醫技術莫大精深 你說一兩種,但中醫疑問八種千種 今天討論技術毫無意義 不如我們看回問題,學生製的問題 有方法由頭到尾都沒有 有方法討論,現時性能怎樣 有方法我問你,你入了中醫之後 打算中醫有誰不理 在問你立場問題,現在你立場罵 你說現況中醫未準備好 但你說要加壓力到政府 要擺明一些未準備好的問題 所以有方法說,你覺得政府 到底是否應該發展 我剛才說,我剛才說過 一般人知道的話,要看成效 一般人知道的話,要看成效 一般人知道的話,要去制製 我們要法事知道,有甚麼問題 即是方法說,中醫中都有 有方法的意義 有方法立場,就是說我們立場 但是他立場那邊 他一開始就說不用陪訓 但就說要陪訓 之後,現在陪訓的時候就看過數字 暗科大人時間已經用上 正初上語,不會受過的 各位大家好,今天剛才問了 很多可能性的問題,告訴你 今晚有個感染,你聽不懂 他說,我喜歡成效,你不可以 這麼久的中醫成效 如果沒有東西知道,跟你說 你有聽,有聽,有聽 所以你不質疑中醫的成效 都不要緊 現在跟你說,真的貴的問題 你一直跟人說,需要下落 但我幫你一次多次指出 原來需要下落 從來不等於那些市民不需要 即是見線人 反映到現況有問題,即是貴 有方法不存感和他們的稿論 原來說貴的,市民要知負贏 有方法覺得,政府就是安排 每一位市民 但貴了,他們因為喜歡嚴肅 因為情感太貴,嚴肅 有方法知道要幫 但他們說,有方法不存感和他們的稿論 有方法知道電視有問題 但不理會,這就是有方法 加大力度 所以有方法的反映 從來沒有論性 我自己想怎樣走 現在重要的是,一副問過你 你說的加大力度 和我方說的方案有甚麼衝突 有何實際的方法 有方法認過這個位置 收藥,再進入條件 限定時間 需要時間 一分鐘為定時間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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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充滿了私有請法 方便便終結了四分鐘的反應時間 主席庭庭庭的座位大家好 剛才自由環節大家一直突然競爭問題 但中醫競爭博大精深 只剩下兩個故意 根本要競爭的核心是在於制度問題 其實今天雙方都贊成的 中醫是要發展 但我認為發展現在一定等於 將中醫立法工業醫藥體系 但各位 中金何事都不能粗之過急 否則只會錄巧反著 影響到的都是各位慈患者 第一科目不明白 不敢贏任 不如今天我們就以慈患者的角度出發 對中醫今天成條的面題 第一,西醫師的角度 一方說西醫師可以與中醫合作 互無不足 但問題是今天做不做到才行 而事實上 今天不論西醫互承認中醫師也好 只要參加了中西合作先導計劃 都指出中西合作存在一定的困難 不但兩者用的術語 醫學理念不同 中西醫對對方的領域知識 根本不清不楚 但我跟他說 現在合作到的 中西醫學理念中西合作 最終令他們抗爭 主要主要極大的問題 根本做不到有何後中的理處 在西合作失敗的前提下 有方跟他說 可以有下一步 可以正立面題 就是何方有發起甚麼的心犯法 第二 中醫的角度 一方說我們不信中醫 然後他就說 中醫可以拿進去幫助市民 但在各方面 首先何方沒有反對過中醫 甚至相信中醫的人好 而何方最需要再三強調的是 中醫不是不可以發展 但發展得這麼急 對他來說有甚麼好事呢 若果整個中醫業還未發展好 就強行發入中醫公營醫療體系的話 只要出現中醫西法的情況 失業了他們原本統一的基礎 而其實他們更加需要的是 循序漸進去管理層 陪回一些專業的中醫管理人才 再透過實驗的計劃 可惜實家本法規完善整個制度 而當見到有效的時候 有困難猜訊的時候 才再考慮人家入層外制度 這些是有文官又務實的做法 第三 市民的角度 今天有可能說市民想看中醫 但又不夠淺 但有可能我方已經說了 今天政府已經提供了西醫 給市民滿足了人權公約提供最基礎的服務 是有可能要認證給我方 因為中醫有甚麼不足 是需要西醫去目前補回 但其實我方同學最主要是 你問市民多於選擇 市民當然是答好 根本這些原因都沒有提供的參考價值 反之我方已經指出了市民想看中醫 是因為他們相信中醫的診治理念 例如高牙巴 液活性等等 但因為納入了現時 由西醫管理的公認醫療系 就很容易變得中醫西化 例如內地就是這樣 就是中醫開了西藥 甚至配藥變得一模一樣 而有些自由權量 或者承認了 這樣不是市民想要的中醫 那幫我表格可以成立這題 還有各位 相信大家都有少識朋友的經驗 當你跟朋友不太熟悉的時候 我都會害羞 都不會說太多話 但純粹佔中 這樣理解大家 最終可以成為老友 但又今天調回著 將兩樣不熟的食物 混在一起 放進口 放進口後 會痛痛便會病 但現在的中西醫合作為相同 我方不否認 或者可能到最後 中西醫有團結可以走馬一齊 但可見的 將來兩者 未見到兩者有互信 甚至有很多內疚功變到 現在都達不到的 兩者的問題 現在都未能解決到 免贏手馬一齊 最後又不會分手呢 我方不知 但受害者一定是病友 多謝 女性評判作為各位大家好 熱氣 濕熱氣區 中醫症作上 各位都會聽過 以前聽到這些詞語 我們上次可能會想到 沒有可信 沒有科學根據 但事而西易 我們終於能夠互相首決 執著著對中醫的偏見 科技發展的進步 帶來的就是不同 對於中醫成效的研究證明有效 而不得不承認的是 那麼多年之間 可以多多少少 都透過中醫 才知道自己的身體症狀 得到釋放的資料 其實那麼多年間 中醫沒有在科學上 但你自己的生活上 都認證了它 的確有用可靠 根本專業的治療方法 對於中醫的研介 令我們自己的研究 令它退房開去 很可惜的是 可能今天 反而言提至經紀元紀念 和思念 第一 和中醫成效 其實說到底 我今天擔心的一件事 很簡單就是覺得中醫沒有成效 那可能我從全場說到現在 還要和方給臨床數據 以負一句 不可以曉詩 以便一句 不可以同巧反絕 就將所有中醫的成效 全部抹殺 那方不是無論句 不公辨 一副二副自由 便將全部提供了這麼多的臨床數據 告訴你 中醫有成效 你不聽 你不要緊 問到你 已經有附載用 你知道不可以 中醫才是醫好 所以有可能我不一樣 舉出反方案 但我可以自觸控 一方面說好成效 一方面要加大力度推行 有可能我從來解釋不到當中的矛盾 第二 會有問題 其實我今天說到底 不是擔心過癢性 但我沒有解釋過 你和你講過 一切按照現行的話 可以一下 如果你覺得現行的話 沒有問題的時候 就走下去 為何會突然有問題 有可能我從來沒有解釋過 更加重點是 問過你如何解釋現行的話 的成效 你一句從來沒有回應過 到最後一點 就是有可能覺得中西醫合作不到 公司合作 中西醫理念不一 從來不等於良知 關於他難免 不能合作 現在重要的是 我剛剛問過你 如果中西醫現行貼作的話 你講到有問題 合作問題的時候 為何言論計畫 沒有其出現 你解釋不到 現在重要的是 跟你講了 如果考慮過多年之後 更加會有配合好病令 還會有匯報機制 增加到溝通反而減少 出現行危機的問題 你同樣不敢解釋 所以結論是 中西醫雖然不認知 你連不一 但從來不等於合作不到 所以有幫人質疑 從來只是人機人優先 我要做幾下官審試 中醫代理給你 中西醫合作 和外國方公開口號 正常不實例 告訴你 現在受委會委員會 都證明了 中西醫合作 確實被單革西醫院 大家好 因為完善的治療過程 並不值得終於擊殺病 這樣的一刻 呼合網口治療夫作用 整個身體康復得預防疾病 於是問題說 才能完整的健康 公認醫療體系 一直靠回西醫 主導 好像一塊面完成的病毒 中醫對於公認醫療體系 這副病毒 是一直我們找到的最後快碎片 將它納約 才能夠完成整個 中醫醫療體系的病毒 呼合病人多元需要 中醫人入治療患病前後 細心釋對中間治療 兩者吹長補斷 成功的角色分工 自給人的權益 絕對不聽多些 他們的收入力衡量 公認醫療體系 針對的對象 絕大部分 都是精神能力欠佳的 精神市民 他們沒有辦法 負擔私贏的陳金 所以之前的經驗 在公認都得到一份保障 但現況告訴你 市民會憂迷的中醫功能 曾經不確保 因為經濟失去過醫療的選擇 結果擔誤自己病情 今天收回中醫 才對他們來說 最公平的真正做到病量前中醫 一個理想的醫療體系 不知人提供多元選擇 給病人照顧到他們不同的醫療需要 學同保健 亦會資助 公認醫院 政府一直以來 甚麼都不做 亦只希望向多元化目標 這個大方元化學保養目標賣進 一個理想的社會 更加有高元選擇之餘 開運任何地位的市民中選擇權利 不會因為民間少個選擇 亦有多個選擇 今次希望各位 一同建立出一個 最理想的醫療體系 幫助理想的社會 並且參拜最完美的興套 多謝各位 請問我們1994層的工資三百萬元 請你 今天坐在這裡說 雖然已經是同一條片是第二條 但是是新鮮的 因為其實大家足球的或者處理的 所以上一條都很難 先講正安 我都是分開正安局 正安其實我覺得 將供應醫療體系的定位 是我覺得最困難的地方 究竟你們那個 你們的理解就是 外申處所做的診所 包括保健或者一些 預防疾病的措施 其實都算限 供應醫療體系的狀態 那 怎麼說呢 那食物檢驗算不算是呢 或者是營養療體系的 或者是營養療體系的 還是算不算是 供應醫療體系 就是 都是原防疾病的措施 你們覺得 你們覺得 有一個問題 供應醫療體系的 供應醫療體系的 對 那到底你們想拿到他 但是他又是做預防 和做這個 武劍的 那 再換個例子問 我們才不清楚 那 那牙科沒有健 算不算是供應醫療體系呢 就是 市民是可以看供應的 牙科有沒有的 是沒有的 是吧 香港是病門有供應的 牙科醫療的科 譬如 學問是可以去看額的人 不是 老人家是可以拿瓶條去看額的 但是 市民是不能就去供應那些 就是 由醫管或者衛生署管理的牙科 全身去看額的 那這種算不算是 納入公癮醫療體系 那 我不是說你們是另一種 是你們要講得清楚 你們要講得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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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納入了哪個步伐 他只是投降門鏟的 那他可不可以做手術 那即可不可以針灸 他可不可以針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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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又是方案的問題 今次就不是公癮醫療體系 是中醫的定位 那你覺得他納入後 他會用來主治某些疾病 所以他只是開某些部門 例如他只是醫傷項的 因為最慢每一室都會是醫傷口 大家都有這麼多年紀錄 或者它正是醫控制的 或者主要是醫治傷口控制 或者輔助去服務員的 有沒有這個範疇是你特別想先開的呢 或者特別容易去留症 其實是可以加在正方的方法裏 能量檔清楚一點呢 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今天面對著很多反方的攻擊 第一就是問你 軟硬件的背後是怎樣做 如果你搞不清楚 在供應這個服務裏面這個位置 你是沒辦法直接回應這個問題 又好像今天反方的問題 個個的方法都不同 又沒有標準 如果你又沒想清楚 在哪幾個範疇開始做先的 你又是沒辦法直接回應得到 那我覺得這個實在 一個都挺大的問題 就是其實主邊有嘗試交代的方法 都補稱檢水利說了 傳一收費 然後自由方式就跟回現在三方 我先的計劃 但是究竟詳細地怎樣可以運用 正方去創作方案這個優勢 在後場加以運用呢 我覺得是欠防的 今場 但是值得讚的地方就是 第一 就是它的資料其實是夠具體的 是說得出中醫的獨特性在哪裏 就是那些醫學是正在進行的 但是其實呢 沒有用中醫發展的那個概念去看的 就是我覺得可以數多一點歷史背景 就是建議上就是歷史背景 比如說中醫藥認證的制度 可以說中醫認證的制度 可以說中醫認證的制度 可以說當資助大學都現在有開到不同的中醫藥的行為 這些是中醫也都要數的 甚至是幾年前呢 有個新聞呢 就說中醫呢 就是中香港的政府呢 就是GAS和業界的提議 就是我們想參考中國那套中醫 中西醫藥狀活性 然後呢 是整班大學教授和學生出來反對 就是不要毅中醫 在這宗新聞裏面其實可以反映了 業界和業體症是想要資源 所以就反對 業界其實都是想堅持中醫特性的 所以我覺得少了少少歷史的背景 都不是學到 就主力去論證醫學實證 我覺得就足夠 就是精彩的大朋友全面 就變相 就好看評判買不買 就是如果評判是沒有買的 這份實證 譬如評判覺得7000個已經很多的 那就買了 就買了 也許評判覺得那家大學的教授講的事情 他真正意連治療到 搶藍費用和藍費用 不用包中樓的學生 那就買了 但是萬一是不快 或者對方有其他的講法 都說他其實是未準備好去做公益的 那就會補充了 反過來就說 抱歉 補充一點 最後一點就是中醫定位 剛才說的 你們將它定性做前後後 但其實預防 如果用中醫的預防疾病的方式去納入公益這條體系 你只要考慮成片的問題 即我們應該幾時去看中醫 正如先照顧 這是條件的問題 是不是 我不是身體很健康的 但我也想給他針一針 那預防嘛 因為預防性的治療 那究竟預防這一班政府應該比 應不應該比 如果要比的話要比多少呢 其實是無敵心談來的 又如果 後我容易理解 後是很容易理解得到的 亦都是中西醫合作最早幾乎的模式 所以我覺得前是論性骨中 後是去認識不夠深入 因為現在的中醫發展已經不是在說後 是在說中醫都集中處理治療的部分 即現在中西醫其實是欠缺做中間的舊營 中醫業界和中醫學者是想做中間的舊營 多個想繼續做創作的方式 所以繼續幫你去服務 幫你去治痛 那這個我覺得就要去留意一下 或者可能就是看回中醫紀律委員會 其實它裏面都有很多說自己協教裏面的聲音 即這個詞訊真的可以參考 那到反康呢 我剛才跟教育評估不小心都順了一句 聽到很辛苦 我聽到很辛苦的地方 就真的很辛苦 我很想知道 因為我覺得反康有很多質疑 其實路的出發是很好的 但是真的是欠缺了推論 是欠缺得很嚴重 我自己覺得 首先你覺得沒有醫學實性是不可以的 正 這個很正 但是為何十年是不足夠 為何七千個臨重十年是不足夠 為何現行的三方計劃是不足夠呢 你是完全沒有交代過的 但是你在沒有交代過那些三方 當你不足夠的情況下 你講了兩句說話 第一就是 它是不足夠 第二 你加了這個力度 就是令我聽到 你這樣想怎樣呢 你又覺得其實做了十年都是很好 很鬆志 又繼續是不同的血打走 又繼續有獨門的方式 又統一不了 又有目標狀 但你要加大力度 那你的方向究竟是否真的 是無應到你的需要性 即是你覺得現在中醫目標準 於是你接著目標準的方式 去加大力度 那是越來越目標準 那我又不明白 你說你萬無一失誤的話 那個力度很正 又跟醫學實正一樣 那 但是你覺得現在的中西醫師路計劃 是差的 即是中西醫學做不到 即是好像一個人在講外星話 一個人在講地球話 那樣大力溝通不到 另一方面你又覺得它是很目標準的 那為何只有三方 先導計劃是不需要萬無一失呢 它都是人來的 即是因為它未來的公益醫療體 它只是政府牽頭的 其實政府都有資助的 即是資助的 那為何它在先導計劃 就不用萬無一失 但是它在公益醫療體 就要萬無一失呢 又為何你覺得現在的先導計劃 有這麼多問題 但你的建議是要大力推行 而你有沒有搞得方向實質 即是反而我當然想怎樣 那這個就是我聽到很辛苦 跟著 最後一個辛苦的地方 即是後期你就說 其實中醫要 即是有一個量難 你自製這個量難出來 所以原來我都很明確 你說中醫要保留著中醫的特色 那當然啦 你那個語言技巧 就是包裝到中醫的特色 就是很混亂 個個都有自己一條家傳在那裡 陳氏流派就是氣酸針三野的 你自製就是氣酸針三野的 整個頭都是蜘蛛感 即是假設就是這樣 你沒有說過這樣 但我理一下就是這樣 你覺得中醫有一個特色 就是中醫就是有不同的東西 OK 另一方面呢 你又要求的是什麼 就是什麼時候出入呢 就是中醫西醫要有同一個標準 中醫要完美融入到西醫那一套 才可以做得到 這個量難呢 你出到而它方形不到 是贏得到的 但是你要先想一下 你這個量難是否合起 OK 為什麼呢 因為 首先你的中醫特色的理解 有沒有樂園的先 譬如我聽到三四次位 有很多不同的流派 但我一個流派 聽不到 究竟有哪個流派的 你們認識的 或者有B幾次揭帶的成分 是很不同的 你明白嗎 即是我覺得聽到很辛苦 就是我聽到一些很正的開頭 但是我保持著 就像是Trader那樣 我很精彩 但我是不知道他有什麼能力 我不知道那個英雄幾次出場 不知道最後人會輸 即是我覺得很辛苦的地方 就是很乾淨 而我以為 好 主要一副港元的車廂 議會就會出來爆發地 說一下究竟有多少不同的流派 又叫業界來時機 又反對 叫被政府干預 就說幾反對 和西銀行作 又沒有 即是沒有 跟著那個流程 沒有那些內容 去創產地利的那個框架 這個就是我深入的地方 而我覺得 反艙值得一讚的地方 就是 就是 即使我們基本上 其實那些質疑是好的 就是這樣如何融合 法治方的問題是很好的 這些政方真的需要留意 第二個好的地方 就是我覺得很可惜 也就是另一個辛苦的地方 你提到制度和管理的問題 其實是很重要的 即是我覺得 但是我覺得反方有一個很強的地方 就是 其實業界是不想 納入公園這條體 是先的 他最終都要的 他最終都想為市民服務 想得到政府資助 但是他覺得那條部分 應該是 首先你要有 其實香港政府是有一個委員 管理中醫的 即是不是完全沒有管理 不過管理怎樣 就是管理中醫藥的認證 以及管理中醫的調查制度 然後他就再付錢 然後他就再付錢 就是做了中醫的學位 學士學位 以及不同的方法 其實現在想要的 當然三方計劃 三方先做了 即是提供更加多的 同床經驗和認受性 給他做的 業界最重要的 下一個階段是中醫院 中醫院就是一個 一動主力去做中醫的醫院 那裏面建立了一個好處 就是可以做一個 學術和理論實踐病重的機構 由中醫業界人去管理 由中醫業界人在裏面 學怎樣管理 學醫療政策 學公共衛生政策 之後就可以將這一條理 就變成政府部門 變成中醫管局 就不是醫管局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現在中醫的發展 到最後就是 現在中醫業界人是完全不想 像大陸那一套這樣 話就說是中醫合作 但其實是變低中醫 變低不好的 又不想繼續用舊的發展模式 就是中醫的遠證 做後就變得很健產 還有要你多吃點菜 健康點和什麼都沒有吃掉大口 就是他不想這樣 他現在想做主治的 真是用針灸方式 還有用整體調整方式 去做治療 所以其實他做了很多不同的科研 他現在才能夠到第三階段 都真的在做 講治癌症和治療狀 是治療的方式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們可以多說一些 他不允許 而不是因為他實證上不夠支持 而是因為他管理經驗上 真的不足支持 其實我反而覺得 這個是可以反壓對方的 因為對方 你都逼對方過去 就是中有這條納用 那你就可以說回這件事情 我總是逼你現在的 但是你覺得中有一天 可不可以講一下 有什麼條件 還有什麼時候會發生 就是這樣去追問做會比較合適 就不逼對方說 現在有什麼條件 或者現在沒有地點處 這樣 因為我理解 就是如果中醫要立入醫療體 就要搬進去做公認醫療 但其實是沒有必要的 就是如果對方 只是在講患診 是衛生署的患診服務 那其實他就在 他就在自己的間診所裡 做回你現在提供的醫療服務 只不過是外面會寫著一個牌子 是真處認證的 就是那些燒蜜 那他不需要找壓力的土地 就是我的理解就是 大廁場 剛才英文真的很失誤 那我交給兩位評論 謝謝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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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謝謝 現在是小小的個人意見 你可以順便自己看一看 寫一些字丑一點,沒怪我 那麼,意見是甚麼呢? 這場我個人的判斷 是正方主防守,反方主進攻 當然進攻防守之間 我說你一定贏,一定很不好 因為你狗攻都可以不下 你的狗手都可以不下 但你可以去考慮 當我會作出這個判斷意味著 我覺得你這一邊功德多 但自己的論證部分是真的不足的 你這一邊就不斷對付你不防守 但你在挑剔對方的內容有沒有問題 去追問對方的部分上 我是覺得不足夠的 那我先講一些正方上 我最主要的問題 你呀 方案方面 其實我是挺欣賞正方 你們的主線之間方案的 一條面題呢 我們有打成十二場 肯定不同的正方會有不同的打法 那無論我自己準備 或者今天看過我們剛才上一場比賽等等 那今天的正方方案很明顯 都是有些心思的 但有些心思的 那有些心思的 那你最少會有些設計先 那例如你的方案呢 就是會說 動用現在的教育中心 即中醫教育中心 歸本目去歸 我估計可能因為你們這樣的設計 是想避免會不會有些最高的判斷地關組織 是不是一個有規管 是不是有一個標準 我估計是這樣的 所以當你們拿一些標準的時候 你們又不會拿回你的方案出來 去做一些負責 那我就會合適 那例如你們很明顯是一個很大膽的設計 就是你今天開中年講 我們要那個中醫是做輔助的 因為西醫為主 我是中醫為父 我去處理一些輔助和那些 那這個呢 我覺得是少見 亦都大膽的 那我覺得你們的資料是最好的 事實上 中醫西醫不犯臭 但是你刻意要去找一些 其實中醫做主治都可以的 你也可能會找到 但是今天你們的資料 是配合到你們的主線 那這部分上 我覺得你們是做得好的 不過 你們的方案呢 我覺得一個問題就是在於 2 2 1 即是你們沒有延伸沒有回應 在後面 沒有回應人才說了 那部分反方的提問 其實你們用回你們的方案 是可以解釋到的 例如他們去說 現在的負責 醫院 醫院床在暴論 你們的方案從來根本就是 將個中醫放入現在的公園醫院 你們做回現在的教育中心 但是你們沒有這樣去固定 你們浪費了你們的方案 那由於標準也說了 那這個你們事後可以自己 能犯自己的方案裏面 根本可以嘗試去固定 對方今天這些方案上的真意 第二樣東西是你們自己沒有延伸 但是評判也有提到的了 就是部分你們趕了個頭之後 後面的解釋 怎樣做啊 還有哪些位置 我覺得是覺得太少了 那這個是我覺得 正方的第一步的不足 你有另一個方案 但你後面沒有延伸 無回應 就變成了後面的虛弱 第二部分我覺得 就是你們的公的方案 真的做得不夠 就是今天呢 反方呢 提了很多不同的問題 那些啦 他有他的立場 你挑剔他們的立場 等等是很少的 就是我覺得最開心的一句 就是你自由辯論呢 一副同學曾經真的 只是問過的 就是這樣 反方 今天你又說要加大力度 搞私道計劃 但是你又反對這個 到底你的立場在哪裏 你要用公開 你不想用公開 你到底是支持他做 你不支持他做 對的 沒錯的 但是為什麼會去到自由辯論 先問 尤其是正確的 你和我問 那應該不是在個人 一副位置上 就針對立場去做討論呢 那類似這些 公對方的內容 是太少的 就是例如你們呢 幾次都是對方問你科研 你就答過科研的數據出來 對方問你臨場實驗 你又走出來去答 然後又說 這個臨場實驗 就是給你對面 但是你自己沒有去特別 去追問的地方 最簡單 對方用任何的科學研究 任何的類似這些實驗 他走來告訴你 中西學碧一定是不行的 他們有提供過一些例如純語 那類似的 有沒有論證到 這些問題是較少 但是你們不會追問的 就是當今天 平靠我們坐在那裡 一會兒 我們會問的了 反方用任何的地方 論證上是不足夠的地方 那些其實是 所以你們正方自己拿出來去問的 那我覺得正方的今天那個問題 就是 大家幫我坦白說 但是我自己很坦白的 我覺得這場委員會給你一種反應 那我總是想上一次 告訴你 我覺得給你們 這條書的原因 你放在哪裏 真正一樣 是主線上 也就是剛剛提到那個立場 我自己覺得真的 不是合理 不是太合理 我意思是指 我說你最重要的一句話 你說加大力 即你的立場 今天就加大力度 到人先到計劃 跟他會培訓中醫人床 入這個醫院庫 等到各項的條件 成熟之後 才再為這件事作取他 沒錯 那我的言論就是 第一樣 為何是等到那時候 才作取他 而第二樣 我都很奇怪的 就是你的立場上 這些真是神的 你是覺得 這些東西 沒有可能成熟 還是 如果你是覺得 你覺得 沒有可能成熟 正常會打的 就是可能性骨中 那不應該做多面 應該會有問題 但是如果你是相信 這些可以成熟的 那根據你的說法 我就想聽你的立場 這些條件成熟了之後 那這個條件是甚麼 或者當然的問題就是 這些條件成熟了之後 你還可以怎樣反對呢 在你的立場上 其實不是沒有的 你們有部分的內容 你們有部分的內容 我覺得是跟條件無關 是中醫的本質 你不再作為了公認 例如 就是剛剛那些其他作用 即是你們說 中醫就因人而而而而 中醫 因為人家說西醫 就是看病的例 而比樣 中醫是看人的體質 而比樣 那些 是因人而而而而而 其實是 但是 你們又覺得 這樣是不對的 因為你們覺得 應該要標準化 因為呢 主要剛才說公認 服務是要罵他一生 其實在這個內容之下 是無法 是永世無法 中醫解決他 因為這個是本質 如果你說的話 你們打的內容 我最最最最 真是說中醫本身 不放進去 是這個部分的內容 因為他是解決不了 然後你就會覺得 他一世都不行 但是你說其他內容 聽說 都自然為時間上 是可以慢慢壓在那裡 或是認金人自己 他就知道 已經壓力了 那我這件事 是真的要去想的 因為如果我今天 不是政方 去打工業 去問你們 所以我只是給你 你試一次打工業 即是搞這些 我連續問你 這條不同的問題 你們可以想一下 之後才回答 即是不用馬上回答 你拿五十幾分鐘 再回答 如果我去問 我連續去問 我們的問題 我第一次問 我就去問 即是你香港的卡 但是不推先導計劃 你會培訓人才 就有這個要讀 這些是否當做足了的時候 會有助 中醫、納入 這個供應 這條體系 我問的是 是否有助 你會怎樣回答 先導計劃 只是憑良人 不是 做足了之後 是否會有助 如果是 如果是 沒有問題 所以你同意了是有助 好了 然後下一步 那你是否同意 那你現在做了一個方案 就是 納入公營醫療體系的前期準備步驟之一 不是準備工作 這個只是一個 施限的 是的 我不是可行的 施限一件事 其實可行的 可能是否做這件事 像前期的準備工夫 然後 我停 這個就是我的第二條問題 你看 你盡上我 我就想盡量 請你做的事 就是為 你今天做的 可能是否就是為 這條問題去做準備 或者 如果你在做的 可能是否就是 第一 理念上 你是否見支持這條問題 而 當你在做的 可能是否就是 為這條問題的細節 實際上 都逐步 推行 類似 那 那在做的 我去問你問題 就是要你解釋的方式 就是 你會不會準備一場面 的美賽 但是你不支持 那 所以我呢 就變成了你的方案 今天呢 對方最終極去問的 就是 今天我做了你所要求 去到那一刻的時候 你的立場 就是 立入的條件都成熟了之後 你說到時再入場態 但是立入條件都成熟了之後 可以 為什麽不立入 你們的終極立場 如果你立得了 可能是 一 你真的立不到 如果你真的立不到 就要面對你這個方案 本身是魚怪反應 你的立場不應該答 如果你覺得你是有個答案的 但我想到的答案是 就算這一切都要做 我都覺得不應該立場的 那些東西 就是你由頭到尾 應該拿出來大打 然後直接你的立場 就是不應該做的那個原因 就是 我覺得這個是你們可以去思考的一個 就是核心那個主戰上的設計 但是關起來 你今天打的所有內容 評判說是很漂亮的陣營 但是後面沒有延伸的那些 我覺得都很延伸 我自己都覺得你拖了很多出動 延伸上就是不夠 今天這個你真的沒有打錯 我覺得是禮納的 你打得最厲害的那件事 就是護士 自由辯論 坦白說後面 你那邊和我那邊很漂亮 中間你都幾遲人 你去問你 你又拍了一些數據那些 好像很厲害的 但我發現我自由與美婚 又不是真的你們認得很多 因為事實上 你們例如去問護士那些 他就直接答不到 你說出了背道 他就直接答不到 例如護士那些等等 但是我覺得 你們最延伸的兩件事是甚麼 今天你們講的很多 同日的背道物 例如 譬如標準法道 中西衣是否即溝通合作 可以得到 你們的科研和立場實驗 你們的床位 護士 等等這篇那些 我覺得要做兩步 你們全部都做足這兩步 其實你們的路 一樣是可以很厲害的 第一步就是 如何不足 你今天是問緊又好 但是之前論性未平衡 現在好不足 我覺得是未夠多的 即不是說你沒有 是未夠多的 例如你們中西衣同學 說他們合作不可以 然後你舉一些例子 例如大家都有不同的純粹 我想聽一下 即是有些甚麼藝術 你會看 中西衣說這句話 所以真是不一樣的 例如永遠也會說 即是打走程度 你真的拿出來 去證明一下 讓我們知道 原來相差可以做好遠的 所以我方法 可以有很不同的結果 但論性的那些 我會覺得大陸人很多 護士我都是 他真的完全無法 但我保持在床 我心裡想 有甚麼影響 這就是第二步 第一步是論性 他娛樂不足 第二步是論性 整個關注會帶到甚麼影響 加到甚麼問題 不如我壞些 我心裡想不可以 我去看中醫 有時人們看中醫都不投診 我不投診 我會經常說 我會做一些類似的 或你說要醫藥分架 我都會幫證 我會幫證 幫到他們想不可以 即是說 我喜歡醫藥分架 我喜歡醫藥分架 就是類似 那你們自己就需要去 跟進一步去發表 才知道 有甚麼具體的影響 會導致這甚麼問題 那就會令到你的 背後發足這件事 那個真正的威力 會給人很多 那這個我覺得 你們今天可以再做很多 那再加一步 最多東西 純粹說是便宜 我覺得雙方的公片 其實都不出色 而這個核心原因 我覺得雙方都被對方 太少空間去回應 我覺得是難聽的 我保持著多次出現的一個情況 是一邊回應的時候 講了幾句字 例如求方同學 然後另一邊地回應 是多謝方向你成變了 不然你覺得有方同學 那同學其實我也覺得 多謝方向你成變了 這些是扣分扣得的 而我覺得 因為雙方的無論情況 或者是八方人負 在你們的個人位置之下 我都看出你們是OK的 其實絕對有實力 有思考的 但在公辯的時候 太有特異樂結論 於是坦白說 兩個都是反而求分 那這個是可以處理一下的 那請大家給你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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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很高興可以參與 中共章超人 因為我從來都不想來參加 mm 不過 看波不錯 所以 都希望將來如果有機會 大隊 中共章超人都可以參與 回歸政主 正在剛才評判掃落 我都聽得很辛苦 就是他和我審的時候 我都甚至一句原因 就是因為中間有三個相關 原哥評判剛剛說 反光一部很漂亮的廢話 我也認同 在第二選號開頭就認同 之後就發生什麼事了 正方就是一部好四平茶 找有幾部續集的電影 而且主線是一般的 即是第一站不太好看 第二站差不多 第三站不太好看 第四站不太好看 好像不太好看 為什麼這樣說呢 原因的問題就是在於 我覺得今天雙方 其實老實說 我覺得這個賽制規限了一件事 就是 我以往計算了分 你看看 這個賽制是完全不可以做的 不是計算不到 要放棄了 所以 如果我給了反光輸的話 我只能夠說是輸死任時 就是時機未到 因為 我上一場就是這樣 所以不知為什麼 又是說時間 會很強調的一件事 然後我一聽到 反光大佬又說時機未到 即是我要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這條面題 是說應該立入這個體系 如果你跟我說時機未到 沒有問題的 除非你論證給我聽 我永遠都解決不了這個問題 即是永遠 last forever 關於你所說的那些標準化 關於你所說的那些人手 有沒有雙衝 信不信他 是不是人用 這些問題 除非你繼續論證給我聽 即是可見的將來 都不會改變 或者 我們不需要擺放公平 而不是 因為今天 就是我要做一個簡單的比較 你們 先講反光 你們比起上一場的反光 好 但是你們非常清晰 一開始都說 加上建築計劃 我聽到非常開心 非常期望 這件事是會繼續講下去的原因 在我常常講的類似的事情 即是說 其實如果現在政方都懂得講 全港失法區 沒有完診 公司型合作這麼好 那你就會繼續支持公司型合作 做什麼好地去擺放公平 公平體系 因為正如剛剛那些評判 他是什麼政方 然後你自己也知道 他講 其實班業界有時候 都不是很想進入公平體系 那你可以繼續講這件事 然後政方的兩者教育就大很多 那你就真的解釋給我聽 因為解救 現在公司型做得好 然後放進公平體系 會有什麼存在呢 其實這件事 是挺好的 而且反光 正如情況所謂 整體來說 可能發揮得不差 即是關於一些 在細節上的質疑 關於一些標準 等各種推薦 其實你問的狼緝 你問到盜獄的位置 是比起政方的樣子 但是真是如說我們說 如果今天給了反光書 真是有可能的 這些成數 這四個字 和主席的樣子 其實後面那些內容 我都說真的很棒 關於你所說的 什麼批圖 怎樣陷阻的 等等那些東西 其實我全部都好 全部都覺得 都挺有成功的 不過呢 正一求職來說 例如國思國版 即是不同的門牌 有些什麼不同 以至到他沒有辦法 一個標準呢 這個其實你可以再深化更多 那些 就會更加落分 但是呢 人生出一個想起 反轉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我正在正方 說到我上次想 這個東西 就是我們是否真的 有一個絕對一模一樣的標準呢 即是我覺得標準化 這個東西 我這樣想 如果放進去醫療體系 其實每個角度中 都可以有一個 另一種的標準化做法 就是我絕對標準化給你聽 你不可以這樣醫 即是但凡一這樣醫 就會死人 或者一這樣醫 就會傷痛那些 我全部標準 你不可以這樣做 其他例如自己喜歡 你不可以這樣醫 都看過標準 即是如果正方 又懂得這樣回應 又如何根據下去 去解釋 它是沒有辦法標準化呢 這一個是其一 其他問題 其實這個問題 我覺得我們都是需要 去多一點點的感性 即是關於 例如後場說 即是中西醫含作 然後大陸就說 將中醫都搞到 變成西醫這樣 然後下一個問題 就是這樣有什麼問題呢 即是如果我將中醫的模式 即是中醫的用那些同樣 將西醫的那種標準化 將西醫的那種科學化 放進去 然後它是沒有事的 或者是比較好的 那沒事的 但是問題就是 如果你要說它是不好的 即是中西醫 放在一起的那種科學化 是不好的 那你要多一點點 以及 合作的那個位置 我自己覺得 我其實覺得是可以接受的 但問題就是 好像是他做的 都是沒有怎樣深入去解釋下去 因為呢 我有在想的就是 其實中西醫 如果那個話 放進去這個合作 我和他一起去看他那個病人 即是可能是西醫 做完異業 然後他告訴我 那術語 好像不一樣的術語 那有些什麼術語我需要知道的 我知道剛剛 即是可能變了 醫完這個胃癮 那我就不急 就是很簡單的 即是這些術語 不需要讀醫 即是一個普通人 我知道 他是剛剛接受了些什麼治療 例如是顏色了一點點 然後我作為了中醫 那我會釋些什麼胃癮 即是 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你們的所謂合作 是有些難靈的 即是他合作的那個位置是哪些 其次的 是否真的需要一起坐在那裡去合作 是否有什麼 但如果你要說他們很難合作的話 你就要給多一點點 即是馬虎層衝突出現了 而不是你跟我說 那個先導計劃裡面 那些西醫不信中醫 那首先呢 他們不信別人 是很平常的 即是因為他做了一個西醫 他讀西醫 他相信西醫的醫療方法 他不信中醫 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又不等於喜歡網絡 或者看不等於喜歡馬虎 所以 即是以足球為例 我相信和球在腳 那不代表踢防範 那全部都是錯的 即是那個道理這樣而已 那所以你跟我說 我相信呢 我覺得你就要小心小心 在那裡去看 那如果正方 我比正方輸 極之坦白說 就是在公面的時候一開始 即是我覺得 我覺得 合作完異常的原因 是因為 如果用國道這個說法 就有點長頭 即是因為 如果一出來問 問完之後 有些位置 我都給主隊員說些什麼 然後你就開始說 那我聽得很辛苦 其他 我覺得在這個鏡 即是在對方的主線的底下 而在站在這個比賽方面 有公面的文字的話 其實我自己覺得正方的公面 尤其是一開始是你的質素 先問 你問一條問題 你給他全量真相答 都可以 就是問他 因為時機未成熟 即是否屬於成熟之後 你就可以認爲 應該要分析 你便可以去看 他可以認答 即是認答 即是為甚麼時機成熟 寫得這麼奇怪 在那個裏面 就是因為 反方怎樣 多多多多 譬如剛剛 我都不知道他的答案 但在大家互相爭奪的質疑的時候 而上的考量都不知道 聽到這些東西 即是變得很一定的 而在主線上 其實我自己覺得 其實你們的主線開得很漂亮 因為 因為 除了本身知道很充足之外 那 雖然有一個評分 但是有一個要比前後 即是 即是 那個 那個設定的位置 其實是很重要的 主要是說質素 主要是說多元化 OK 不過 我自己覺得有一個位位小心 例如 你們說它多元化 但是 多元化 多元化是怎樣的 我意思 我想說 重心的意思 是因為你們想說 那個質素 或者多元化 我覺得有點前面 因為其實講來講去 就是告訴你 西醫就是一直靜進去的致電 然後你做的 即是做的硬性 即是你們做得好的地方 就是有很多實際的例子 告訴我 它做完電腦之後 有些核心 然後針灸 可以讓它做完 舒緩 但是一個問題就是 如果你說想去給更加多元的致電 的話 我自己會覺得 除了你們背景所講的什麼 背心鏡 那些 成功也有幾顆靈之外 其實是需要有少少的例子去呈 給人聽這個東西 就是 有些什麼奇難雜症 在當時今天 西醫是醫不到 或者沒有醫得那麼好的 反而中醫醫得更加好 或者中醫師醫得到的 如果有的話 就不會 如果有的話 就更加強去解說 如果沒有的話 其實都不要緊 就是這樣就不太 老實說 你們在主線上的資料已經是清晰了 你們沒有 我覺得是非常之滿意的 等同 因為我聽到 剛才成長 即是上一場的成長 不用了 但是 你問我 我覺得就是 你們來講 有太多問題 即是 要整體來說 就是今天反抗攻得很強 但是他們的立法 能夠正開 受一些 站在床的位置 你們的立法 沒有攻擊 但你們的攻擊 就很弱 原因是因為 例如那些什麼標準化 時間 人手 等等 一抽的問題 你們全部都放過了 就是一副二副 為何我不能抄襲 或者我剛才認同 是一副次的狀態 就是一副跟我說 有質素 有認可 OK 承知方法 二副繼續 都是說 譬如政府的持分者 是要預防病人 是要專業的 專業之後下一副也是說 所以是有質素 其實是要分別的 但是你問我 如果你怎樣去呈現那個分別 就是告訴我 所以他今天擔心些什麼 擔心沒有專業的資料 但是先說 他已經說了無牌很多次 其次 你現在說的那些事情 有幾個不專業 不知道 甚至乎 那些什麼人手 匯法 就是反康一副都是問人 你以前人手比較專業 或者是問人 類似會議後面有的 但是更早 是更加之 可以 即是將場比賽 訂到一個 比較關鍵 快些去分散那個城 是的 所以 如果 在後面 也沒有什麼特別 自由面對 我覺得唯一可以 去增長的地方 就是 不好 其實我覺得分別的位置 都是在於 我覺得 反方在自由面對 一開始 是比較好的 但是問題就是 在於 到最後 為什麼又是 講到時間 我也是聽到答案 以及 有一個圍織雙方 今天都沒有什麼 心思過 就是何謂之醫療體系 因為反方就是 講到基本治療系統 但是 上場的反方 都用一個類似的說法 就是說 只要他一個 基本的健康醫療 西肌中毒 那麼中醫 就不要醫療成功 但是問題下一個 我就會問 那些 就是那些 中醫 即是那些西的皮膚科 專科的 其實都不會 即是流口的 那是否有不需要呢 那同樣道理 在你們的世界裡面 那個醫療體系 會不會日小過路呢 即是如果對方會質疑 的話 你會不會理會 因為你一開始就說 總之那些什麼保健 醫療那些 都是醫療體系 我覺得OK 不能夠接受的 但問題就是 在於 如果對面質疑你 收到這麼大 合理你 你又沒有什麼準備的 這個也是值得去問的 總之來說 我覺得今場的整體 都是 達輝 是出色的 今場的討論是 雖然說 看得辛苦 但是還是很開心 那麼 便論完賽就是 以防大家 有一個 就是負擔 細一點的機會 去打多些比賽 那就是希望大家都 可以進步 多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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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